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新栏目家事有道 每晚八点陪您回到客厅看电视 一次考试没过 原来你是说考试是指的考驾照 是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科莫 却被妻子打了 妻子上场却这样说 你还找了你 找了你还我找了三千年 这是四个天才找的三千 找些老口里头的还有中块 夫妻一打打闹闹 究竟因何而起 我打贪 我说我的作证抢都要请你抢三千回来 我这三年了 我的付出太大 想着想着去 自己保险日子 太高 什么呀 没办法 她的意思是让我谨慎出福吗 都谨慎出福吗 一次考试引发的家暴 家事有道 为您解忧 共论家和之道 看世间百态 论家和之道 欢迎大家收看东西频道 家事有道 我是张征 欢迎今天我们的调解王刚 还有我们三位嘉宾 欢迎你们 家属河川的李大哥 打来求助电话说 自己都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了 也都不是孩子了 可是就因为一次考试的失误 他竟然是遭到了妻子的一顿暴打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听听李大哥怎么说 你这四十多岁 你考试你考什么呀 因为我是现在到 是总理是帮人打工 做了认工会 因为认工会现在 因为我车要面前开得难 因为现在必须要有一个家属 原来你是说考试是指的考驾照 是 考驾照 考驾照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科莫人 科莫二 因为来火场围局是吧 火场围局心理紧张 都没有机会了嘛 下次再来 等一下这科莫二是能考几次 科莫人是五次机会 你这是第几次考 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考 那你怕个啥嘛 就是嘛 可是怎么我刚刚听前面说 这因为考试失误这个事 还把你暴打了一顿 他怎么打你 他本来上来帮我回来是吧 我跟他煮三个蛋 鸡蛋给他吃 他吃了过后 我本来也没什么 我吃得很累是吧 然后都弹到去 本来一个那个电口这么大 我都把电口都插起 大家在厨房 靠火是吧 然后都弹到这个家下来了 他说 我说没靠去 还有十次机会 然后他如兄弟就发火了是吧 他又发火 他连你老祖宗 他都给你麻娇 我去拉他一下 我说你要插 在外面去插是不是 我都拉他出去 他我穿了我没注意 我手上就像这样 才拉上衣服 他把你手给你搞得起都不丢 这个中指或上脸 他已经要穿 牙齿或牙齿 要穿 要穿 你老婆属狗的 那个血 他都往那个指甲这样 往那个皮面流起出来 好 你直接熬了 你过来成熟了是吧 过来的时候都算了 是不是 这件事都没发生是吧 我也直接成了 但一个脸抓起 全部脸抓来完了 他还抓你的脸 脸抓来了嘛 好 然后让他贴东西捡起 走到他背后 上个贴东西 扎的脑壳扎两下 当时的时候一扎 你看到那个天 天旋地坡 天会叮燃了 他扎了个后 他不扎了 他不敢头上扎了是不是 他扎在桌上 那个我说过来说 因为我站起来 我一直还手指令 我怕还手了 因为那个人一划 一划一划 他那个事情都要 后果不堪设想 后果不堪设想 是吧 他只能脚子门 那贴东西砸一下 然后那四个脚子门 留四天过后 全部是水面过不到 好 到一天后 都砸上那个 我那个脚子的时候 那个金狗里 把金子砸不好了 你这个听着 我感觉比那个什么 是啊 警匪篇还要刺激 这个人说说 因为我不是了 因为我一直是人人让我 你科目二 第一次考 你一紧张 没考过 没考过嘛 首先第一 还有四次机会嘛 对吧 第二 你这没考过 你回去老婆应该安慰你嘛 再练一练 他不会安慰你 他不安慰你 他说你说这个 十级的人了 没用 他说 没用 你没用 他说他还嫌弃你 是吧 他说没用 然后我说你一看 他本来那天 他还带家修去的 我说你看 五十八的人也得考 四十九也得考 就是吗 五十二也得考 我比总共八个人 你最年轻的一个 我第二个 第二年轻 四十六 四十六号有一个 有一个四十五 四十二 我都比他大一点 那六个人都比我大 我说你看都没人生事 是吧 那就是你现在 你我从事这个人行之业 那必须要一个 要开车嘛 你没有车 老板也看不起你 对对对 是不是 你拿工人直接翻 拿材料自己也翻 明白明白 我们男人之间都明白 是吗 这忌多不压身嘛 李大哥说 考驾照是工作需要 妻子不看好就算了 可就是因为科摩尔第一次考试没通过 妻子居然就动手打了他 手被咬了 头被砸了 脚也伤到了颈骨 真是让他含了心 妻子怎么能如此残忍地对他呢 现场的嘉宾们会如何看待呢 我特别想给那个大哥颁一个奖 颁一个上一年多 2017年的 2017年 重庆趴尔多最趴奖 最趴奖 为什么 你想一个问题 不管是跟谁 你是手足也好 还是夫妻也好 一旦吵了架 他一定会在一个非常强的 具有冲击的情感的一个点上 我还在吵架呢 我整个气还没消呢 你是我媳妇 我快点 你咬就咬一口 我砸就砸一下 哪有这样的人能有这种 没有七情六欲是吧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大哥真的是 十足好男人 我认为可能就是 这种事情是会真实地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女性的性格 有一些偏执性的那种状态的话 就像大哥说的 不是说你跟他讲道理 不是说你跟他 就算是抓扯起来的话 可能会更激发他的斗志 那他今天就一定跟你死 可这个是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听大哥讲的 我还觉得是有一定真实性的 就挺同情他 李大哥所说的一身伤 让我们都十分疑惑 难道李大哥的妻子 真是如他所说的不讲道理吗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如何 我们请出了妻子贵大姐 他会如何回应呢 他说他才是受害者 我说他也是为了这个假 但这个大牌 我说我得作证强调 请你抢三千回来 一次考试引发的家暴 家事由道为您解忧 共论家和之道 他先把我撞伤了之后 我说你让你打楼带手痛的痛苦 我说我再放下你的手 你当天找了CT的是吧 三天我起来勉强走的 我都去找了CT 贵大姐一上场 就直指是丈夫在撒谎 贵大姐说 丈夫先动手打了她 把她打进了医院 她才是被丈夫打得伤情惨重吧 我都找了那个结构 这是四个天才找的CT 找起脑壳里头都还有中块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头颅的CT评扫 CT评扫 颅内和颅骨 骨质未见明显异常 但是左侧的枕顶部 皮下轻度血绳 打个一个血绳顶起码 这是四个天才找的嘛 那看来你们俩那天 双方都有动手 对的 我咬到她的时候 她把我紧张卡到 我快去了把我跪到地下 她把我紧张卡到是吧 我都只有放不到手是吧 放不到手上 我才中间她把紧张卡到 我都扩了手 但是你那个 哪怕就是她在动手 你把她手摇穿了 这个好大的劲儿都 好大 你也太好了 事故有人给恨她 她把我打得太伤心了 把我拉扣打得 一个整个拉扣是撞伤完了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桂姐 那天这个事情的起因 也是因为你先去嫌弃李大哥 人家考驾照没考过 你先去骂人家家里的处众 那否则怎么也打起来了呢 不是 是能看的 她一天一天去打麻将 打到下午真了是吗 本来百个学生 只有下午四点钟 五点钟都受功劳上 她最多前六月十大分钟 我都去那门说了句 我说 你一天都去打麻将 一天去说 学十大分钟你学得飞吗 一个人学的时候 只有五次几分 我说你五次几分都学不飞 就六点 我都去那门说了句 我洗了澡 他都拿到新十两顶之如实力 她每天就练多少时间车呢 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 我们一台车 一台车八个人练 有时候九个 下午一 安排 老师安排的是二十分钟 就是一下午 你说那个时间吗 那你怎么 她说你只去十来分钟 之前又去打牌呢 你这明明知道 每个人练的时间不多 你就更应该早点去等着呀 早点去候着呀 我们每一天的话就是你今天练到一十八 明天都从后退转呢 你今天练到前头 明天都在最后 都排车子排在三天 去了早也没用了 是排了车子的 那你是不是就打牌去了吗 老师 因为那个说得来当年 因为家里开着我要开 我不管我做什么是不是 反正这一个月 反正我打牌 我说我得做这种枪都要 请你枪三枪回来 用我打牌 一般来说的话 手气要沾一点 打得好一点 我如果说我说 反正那个月 反正你打工也没有钱了 是不是 我去打一张牌 一个月还交三千给你 那你打牌到底是去为了干嘛 是为了休闲呢 还是为了去找钱 找钱 找钱 你这个 因为我也很熟打牌 因为我打一次牌 说过来说 我不熟多的打牌 我打十场 一般有八场 基本上是赢 你输赢是一回事嘛 你就算是你打牌 你把全世界都赢了 但是你没有时间去练车 你还是考不过驾照嘛 因为你练车 你打牌赢钱 和你考驾校考不考得过 这是两回事 驾校又不看你的牌好不好 对不对 因为驾校只有20分钟 你去找了也没用 你的意思是你没打牌 你每天去了 也只能练十几二十分钟 是啊 你知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知道啊 他去过的吗 不知道 那个不是十岁 切得照拍练车拍到前面 还有留二圈 还有留三圈的机会 考不过 但是他被别理由 我这三年来 我的付出太大 他就是不过家 钱我找的钱不管 有多有时候我给他撑 他就是不过家 说个真理 我一直说忍让他 他打牌 说几千九万里问他 贵大姐说 丈夫不认真学车 一天就知道去打牌 他无非就是说了他几句 却换来丈夫的拳脚相加 而李大哥说 就是因为妻子太不顾家 打牌输太多了 他为了家 才会想着去牌桌上赚钱呢 这又怎么能责怪他呢 我拿一万块钱称赚拿给他 最后生意完拿给他 他才赌气 以为他钱都就是钱输了 要先拿回来 拿这不到三四天 都把那万块钱输了完了 钱再也拿不回来了 帮我回来 帮我回来 那些工人 十二十个工人 在家里来吃一个多两个月 你想想要好多电生活费 你拿了分钱给我电生活费的吗 你直接告诉我贵姐打开 输了多少钱 直接送我输了好多钱 我去那不是多的吗 三万多 三万有 好无法费 你呢 你自己呢 你打牌赢了多少钱 赢了多少钱 我去年都是很少打牌 来说真的 打一两牌回来 你赢几百块钱回来 有时候工人的工资 有时候工人的工资 始终要发 是不是 他没有 我马上拿几本 家里开支 我刚问你打牌输赢 我打牌 我打牌基本上总的来说 赢还是赢 赢了多少钱 你自己算过没有 这个没算 李大哥直指是妻子太不顾家 对此桂大姐坚决否认 桂大姐说她在玻璃厂做工 每个月都还有固定工资 可是丈夫呢 能赚一点是一点 双方各执一侧 现场的嘉宾们会如何看待呢 我想我来打过 你说了这个收入以来 你老婆我比较清楚了 她是一个长运大工 靠工资吃饭的人 你呢 我说我现在是租了工地 韩西十大个人租赚工费 租赚工费 那个都没得保障 在的时候一点 借了好多单子 租完了再去借钱 是不是 不会像他那样 美国一堆工资 都有收入 是不是 是 是 那么都说你去年怎么要去年 挣了多少钱吗 可能只有两三万块钱 两三万块钱 好嘞 我以为一直要说你挣了好多钱 你一个男人 你不管说你啥子手段 你啥子东西 你挣两万块钱一年 你时间那是搓搓 就说你那个的 要不够这个钱 那么你又要说你要去改变自己 要去增加家庭的收入 又要去做另外的事情 就不要去做个家族 做啥子也好 那一头实际上 老婆是期望说你有改变的 但是啊 措施你待在一头不伤心不用心 或者说你的 你的时间安排 或者说你在 你的这个结构方式上 让你老婆不欣赏 如果你考过了 大门还真的没考过 老婆肯定要讽刺你这几句 我想的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老婆 讽刺了这几句 点燃了你 为什么要点燃了你 你没有自贞心得的时候 你人是基于报酬的 都是因为那个原因 第一 挣钱不多 第二 老婆说了你几句 你没有自贞心得 你就这男人 你睁眼一下就被塌下去了 你哪个时候一下就会点燃了 我觉得打人的问题 是你也被你老婆点燃了 你处处打你老婆 其实其实那边呢 我觉得对你最不大力 就是这样子 你挣钱不多 就花了很多时间到外面有的 那时候你老婆最不满意的事情 其实在我看来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这个家庭 或者说你们夫妻 是到了你们可能 一个人生的低谷吧 在我看来 大概也非常苦 我感觉始终是有泪 嗯嗯 觉得很委屈 回到家里边 得不到老婆的认可 老婆呢 也觉得有委屈 也觉得有抱怨 所以说这样的焦虑 就不断地升级 从焦虑变到暴躁 再变到相互语言的一个贬损 互相的指责 到最后相互的家暴 就是这样逐层的升级 但是在这个人生的低谷当中 你们没有正确地去面对 我觉得有一句话老话 叫夫妻齐心齐力断金 对吧 越是在低谷的时候 那么夫妻更应该心贴心地 共同去努力去创造 但是让我感觉到的是什么 你们是相互的伤害 调解员王刚指出 今天这对夫妻 或许处于人生的低谷 双方应该互相理解和包容 调解员王刚的一番分析 戳到了李大哥内心 李大哥说三年前 他们一家经历了一场 怎么都没想到的磨难 他们夫妻就是从那时起 争吵不断 他为何难言悲伤 嘉宾耐心劝道 他们最后能否破镜重圆 现在都是和他人说好质好散 现在是孩子恢复的关键期 如果你们两个分开了 那对孩子的恢复会很差很糟糕 一次考试引发的家暴 家室有道为您解忧 共论家和之道 李大哥说三年前 他们的小儿子偷患淋巴癌 这对他们来说 犹如一枚重磅炸弹 一下子把他们幸福的家都毁了 回忆起当初的情形 李大哥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想着去自己保险日子 他搞什么样的不方法 我看到几个日子 我手里面要丢了 他还愣着他说 哎呀 他说那日子没久了 他说没久了 然后我又找到他一口 他说到中流往去 中流往又待七天 是吧 然后我一口就叫起 我说我日子非得 用到日同英文来 是吧 然后最终的日同英文去检查 是吧 他说你日子是无形中流 我日子中流往 他中的也要想办法 还要治病 是吧 还要需要钱是吧 我都把他留着 我说你来把日子找不到 我去找钱是吧 然后刚才我日子 话想说呢 得可能 在三天 他又把日子 他又说要朝山正弄 他又把车子弄到深圳去 我拿着可以吗 我说拿着好吗 我说拿着好日子 他都告诉我都知道了 是吧 都没发烧了 他都弄到深圳了 我说让开 我都把家里原来 做两个货是吧 还有五万 我跟老板说得明白 我说我日子要支撑 你有钱要抓过来是吧 把一万一张结了 然后剩三万我都拿给他 他那次根本就没有钱 他有一个表弟 我把他拿到深圳去 他有一个表弟在中心 他根本身上都没有钱 他说他有钱 他说他有钱 我都可以得重新发了 我都带去 回忆起三年前的磨难 李大哥依然是止不住的伤心 李大哥说 虽然儿子现在康复了 可是三年前 在医治儿子病情上 妻子坚持要把儿子送到深圳治疗 哪怕在那种情况 他还是忍让妻子 都听妻子的安排 可一旁的贵大解雀 坚决否认 难道事实还另有隐情吗 在重新检查的时候 是领班领癌 那时他以前都感到 全国超越来越多 但是他 这场体是什么呢 他那日子不是在那边 我是人家化疗了 找他拍摄都出来了 他不认可那个问题 我说弄钱化疗 他也不愿意认可化疗 我说不弄钱化疗 那我们都弄到深圳前 用中医疗 那你知道孩子 本来生病期间 你就不能太折腾了 而且重新的医疗水平 已经够先进去 但是家里没有钱 没有钱 我一个表弟在深圳 开养生館的 养生堂的 都说你弄去过去 都用中医疗 他说保守资料那种 干嘛排毒 是啊 就是这个行吗 那时候没办法 你家里也没钱了 那不等着 他是来 等着起来 保得一定的事 真说弄过去 至少用油了 一天用得去 把他那个端得去 要花烧 你的意思是到深圳去 是因为在重庆 没钱给孩子治病 对 他最后还有伤 对 都收不回来钱 也没得钱 你有钱做花料 我会把日子 带到深圳去 我带深圳去 他们包一个娃娃 后头背一把衣服 我到深圳走了 我都想我自己身上 没揣多少钱 我都想韩国表弟 给我找一件工 我都边煮一件 煮一件的饭 我这天去煮那个 终于退了 我一天还把他背起 那你施住在哪了 对那个表弟住的房子 他们不是子宫 有那个宿舍 我都住宿舍 龟大姐说 丈夫拿不出钱 没办法再在重庆继续医治 才把儿子送到深圳 去做保守的治疗 后来筹到了钱 又才把儿子重新 送回重庆继续治疗 才得以康复 龟大姐很伤心 从三年前到现在 丈夫都无法承担 起对家庭的责任 却依然还和他争吵不断 面对如此局面 现场的嘉宾们 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在孩子 好了以后 夫妻在这件重大的事件 里面积累的那些 不堪重负的那些压力 那些曾经经历的绝望 或者分衣伤 或者全部都爆发出来了 可就像那个时候 人突然经历了一件事情 当他把那个人送到急救室 听说他已经 手术成功了那一刻 他会摊下来 摊下来以后 会出现什么情况 所有经历的害怕 经历的绝望 经历的压力 经历的痛苦 都出来 而这个时候显然你们之前 没有奠定那个去消化 这些情绪的基础 现在随着孩子这一场病 生了以后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 你要男人的面子 你要尊严 你要挣钱 可是家庭 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 你需要得到老婆的支持 可你的老婆会觉得说 你以前不是很厉害吗 你以前脾气不是很大吗 现在不是还就这样 所以他不想去给你多的 温暖或者关怀 对于这个问题 我给南方说几句话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 应该给这个男人 更多的鼓励和允训 为什么这样讲 我觉得前一段 那么对于双方 共同救治孩子 我觉得南方在经济上 是大力地支持了的 而且南方他到现在 我觉得没有消沉 为什么我说他没有消沉 他刚才说了一句话 哪怕是我到牌桌子上去 我都要找三千块钱回来 一个月交给老婆 其实我觉得这个力量 其实来源于 作为一个父亲的本人 他不是说他要催 多大一个流逼 要做多大一个事业 他说白了 就是为了孩子 虽然说现在好了 但是依然我相信 后边的康复 对于他们的经济压力 依然是很大的 所以说我觉得他后边 对于可能有一些方式不当 但是他是基于他的本能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还去指责一个男人 或者说去给他一打击 我觉得这个时候 显得有点残忍 李大哥和贵大姐二十几年的婚姻 现场的嘉宾们 给出了他们的见解和建议 他们最后会如何选择呢 那你先告诉我吧 你有什么数据 但是现在他小 我我的承担嘛 他的意思是让我谨慎祝福吗 都谨慎祝福嘛 我也答应 我每个月给他五百块钱 你等我 说实话 刚刚听完了 大哥和大姐的这个诉求之后 我很吃惊也很诧疑 表面上看起来呢 两个人的这个想法现在都一样 似乎也没有太多 我们要去协调的调解的地方 但是呢 因为他们这么爽快的 就答应了彼此的要求 我不知道他们是 在一种情绪下面 伤心的 进行的这样一种妥协 还是说是极度失望下 一种反话或者气话呢 那接下来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调解团队 能够从心理上 给予他们一些帮助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和和解忧 今天春节戴起冲草 即白脸而已吧 今和冲草原餐的自销节 所有的冲草 全部来自青海玉树 害怕四千米上的有子餐区 每一和冲草 却有原餐的范围标志 原餐的价格自销 有几冲草只需要89块 每个 平常买一和冲草的钱 自销节高头会买两和 青海玉树冲草 只等一来拼上 资讯列弦0238556摇三步棋 今天这个嘉宾确实非常特殊 我们看到这么严重的家暴 甚至于说打牌这些 但是回过头来看 确实还是有能够 让我们可以理解的地方 那么各位嘉宾看一下 他们未来的情感应该怎么样 我说实话就是在经历孩子 这么一个就劫后余生 说实话 这个时候一家人能在一起 是多好 这个对孩子的康复 实际上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对 因为爸爸妈妈在一起 如果家里是很温暖的 爸爸负责去挣钱 妈妈把家庭照顾好 然后还有一个姐姐 就是已经工作了 这个家是可以 就向着更好的方向去前进的 所以我内心 对于他们场上 这么一致地认为说要分开 就是在孩子好了以后 反而一个家要散了 我是内心都有点接受不了 而我觉得 我希望说 能够尝试着去努力一下 从我的观点 我希望他们能够 向着好的方向去出发 它是可以好的 这个已经见证了奇迹了 癌症被治愈了 多好 一个孩子的生命被挽救 我希望从这个点去出发 希望他们能够回归 我倒觉得他们俩可能 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但我们并不一定要 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跟你在一起 我本来就是耗尽着 我整个的心力 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呢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们真的都想清楚了 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当然对孩子要负责 其实我想跟女方说 就是说 你不能把你的丈夫彻底看遍 那个人我只要有能离开 她什么代价我都愿意 我都愿意付出 什么条件我都能接受 实际上她是一种 心灰意义的状态 其实我要告诉她 没得那么害怕 其实没得能够 你那个丈夫没得能够不堪 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把那个重新调整 还是看人的事就 我想我不愿意他们分开 我觉得 其实癌症都有奇迹的 是吗 我相信他们的情感 也许能给我们奇迹呢 是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努努力 我觉得孩子必定是他们的柳带 白大哥 孩子在最关键的时期 生病那几年 你们都挺过来 现在是孩子恢复的关键期 如果你们两个分开了 那对孩子的恢复会很差很糟糕 你明白吗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你们如果选择离婚 也不会对你们现在的生活 采出多大的好处 但现在我们要告诉你们的是 你们可以让自己的心劲 稍微地放松一下 就像在场上的时候 老师对你说 大哥你可以让男人的 这个所谓的面子放下来 可男人可以脆弱 我们也会跟大姐说 大姐你也不要镖着一根筋 只看到一点 也要放松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对你的 对你们两位的这种建议是 当下不适合离婚 我们也不支持不建议 其实因为你们刚刚才打完一次架 才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对 这个时候做出的决定 真的是非常冲动的 建议呢就是说拿半年的时间 然后休战 休战 大家也不语言暴力了 也不这个行为暴力了 然后呢打牌这些 除了这个亲朋好友的娱乐活动 我觉得其他的这个赌博性子 就不要去参与了 然后都想办法多挣一点钱 为这个家多付出 来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够做到 我觉得能够做到 但我觉得是在改善 如果大家在一起打打闹闹的 可能对孩子的健康也有影响 对 我们反过来讲 是吧 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彼此一个机会 给对方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来的牌子的时候 牌子的时候 都知道他这个为人 我们团队里 邻居里 都知道他这个为人 那今天在我们这个平台 这么多重庆市民都在监督 在这里说好了 彼此都不动口 不动手 是吧 即便是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 可以有一点争执 但是不要有侮辱性的语言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我明白 好不好 我们先这样缓和六个月冷静期 我们冷静一下 大家如果说能做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现场调解团队认为 李大哥和贵大姐 携手共渡了人生难关 现在应该更加互相理解 修复感情 给孩子健康的成长环境 李大哥同意再给对方 一个修复感情的过渡期 双方都做出改变 对此贵大姐是如何的态度呢 好 刚才我也跟南方沟通了 大家我们拿六个月的时间 来缓和一下 因为必定你们才打了架 才15天左右的时间 现在大家都在情绪当中 当然这个事情双方都有不对 说实话 都有情绪 但这个情绪 除了你们双方的方式不对 可能和这几年孩子生病的原因 也有很大的一个因素 当母亲的也着急 当父亲的也着急 我真的 我都给你们双方都点赞 说实话 真的不容易 我前面抱一个 然后去了之后还要打工 一边打工 背包衣服 我去的时候我都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觉得越要想 现在没有这么艰难了 两个人更应该好好地过日子 还有就是打牌 不管是你打也好他打也好 我觉得都不要去碰那个东西 好不好 是吧 对 经过现场调解团队的耐心劝导 贵大姐也愿意再给彼此机会 朝着美好的生活共同努力 最后他们会达成怎样的调解协议呢 都市频道幸福工作室成立了 都市频道幸福工作室 携手王刚律师团队 将为您提供一对一面对面法律服务 我们提供专业法律咨询服务 代书 见证 全方位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我们提供婚前财产约定 婚后财产约定 让您的财产受到合法保护 我们提供遗嘱保管 赡养调解 让您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 我们为每一个当事人 建立跟踪服务机制 只要您拨打电话 说出你的困惑 都能得到我们最好的回应 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困惑 纠纷 矛盾 难以解决 那么可以来到我们都市频道 幸福工作室 我们在这里等您 面对面地给您解惑 绝对的隐私保护 高效的解决途径 我们每一次的付出 都只为您的肯定 给我们一份信任 将还您一份公平 一份保障 一份幸福 重庆都市频道 幸福工作室 今天春节 戴起重操 即白脸 而已吧 金河重操 远餐地 紫小姐 所有的重操 全部来自青海玉树 害怕四千米上的 有紫餐区 每一盒重操 却有远餐地范围标志 远餐地的价格 紫小 有几重操 只需要89块 每个 平常买一盒重操的钱 紫小姐高头 会买两盒 青海玉树重操 只等一来拼杀 好 现在我们来宣读 调解协议书 一 双方放弃离婚的想法 以六个月为冷静期 双方共同努力修复情感 为孩子营造和睦的家庭氛围 二 双方均不得采取 家庭暴力来解决矛盾 三 除家庭娱乐之外 双方不得参与赌博 四 双方共同努力 从经济上 精神上 为孩子的康复而努力工作 李大哥同意吗 同意 贵姐同意吗 同意 我们来签字吧 多好啊 好 最后我们请调解员为双方送上调解协议书 好 谢谢 谢谢 不管怎么样 希望两位回去以后 接下来的生活还要好好过 同时也希望把更多的爱给到孩子 欢迎两位进入到我们论道环节 其实今天整场调解下来 我刚刚在场上 我自己最大的感触也是 当我们李大哥和贵大姐 他们这个家庭面对孩子生病 因为这样的一个突如其来的 这么一个重大的难题 夫妻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其实我接下来就想跟两位探讨一个问题 我们夫妻在一起几十年 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如果夫妻之间 我们现在的欲望和需求 大于我们现在的能力 我们需求太大的时候 那这种时候 我们夫妻之间应该怎么 其实我一直 我一直处装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家庭的一定是定一个 过小日子的 就是说在你的职业方位里外 你的承担 那个经济人的承担 包括你的人际关系的承担 只能控制到这个方位里 就OK了 你不能说 我今天看到我一个同学 一起还不如我 我今天开的是 那个车名他就住在哪个号站 你那种啊 你永远呢 你就觉得自己也是最乐乎的一个 所以说家庭的 就是说的 不能说要持久这场 明白自己的日子 该怎么过是最好的 那就是我不是一个固定的 高目标 但是我知道我现在的一个 生活状态 是该怎么过的 我天天吃点小火锅 也是很好的日子 我天天上五星级品馆 也是日子 后老师说的那种状态 还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其实我们古时候有句话 叫 拼见夫妻白色爱 这个就说明了一个什么 说明了在一个重大压力的时候 其实很多夫妻的感情 就会破裂 你是想告诉我们 就是说夫妻必须还是得 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对 一定要 他的白色爱 是什么 我更理解为是 两个人对待生活的情趣 比如说我今天是 应该吃肉的日子 我确实没有人的吃 但是我们自己活走了 但有些人都会变 有些人觉得我跟你在一起 我们怎么整活粥啊 那种是整个国 有些人觉得 我和你在一起 我们还居然可以活粥 而且是我们两个在这活粥 那是一种态度 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说现在 其实大家 每个人对于物质的需求不同 与其说 为了去满足大家 在物质上的这种 不断增长的需求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就是两夫妻 要建立一些 共同精神上的追求 瘦小丈夫 贫遭汗妻家暴 一直肃壮 肃离婚 她要手 不只帮我收着四回 我绝对没有放过来 丈夫很抢手 妻子促意大发 我在她面前没得位置 随便少子都是跟她们 老婆去找你 不太见 你老婆 调解现场 她为何情绪激动 她为什么 她为什么是皇帽 急着皇帽 你八九 发头 发头 两王 单独调解 她们的婚姻 该何去何从 她有两分钱 我才交给到你 不知道她能从我原意 交给那样 我前妻 我希望是在中国里面 家有汉妻爱吃醋 家事有道 法官李家事为您解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